我的野蛮女友17年了,她去世了,她嫁豪门生两胎,她成人脉亡。 自身的韩剧迷,一定也看过不少的韩国电影吧,而要说起最红的韩国电影,一定非我的野蛮女友莫属了,虽然这部电影不算是韩国影史票房最好的,但是要说在中国观众心中,我的野蛮女友地位可无人能比。 而且这部电影的女主角更具备划时代的意义。 早前我们都以为女孩子就应该是温柔体贴的,包括在特别推崇长幼尊卑的韩国,温顺的女孩子一直以来都很受欢迎。 但是这部电影之后,女生们甚至很多男生们都觉得女子有自己的个性,原来也是件有趣的事情。 一晃过去17年了,这部电影虽然到现在还时常被人提起,但是戏中人却发生了不小的人生变化。 宋明希,从外表看是个清纯无敌的美少女,但是一开口就完全打破了外表给人的印象,简直野蛮到极点。 对自己的男朋友百般折磨,这部电影讲述的就是宋明希花式折磨男朋友的有趣故事。 宋明希的扮演者全智贤评级这部剧不但在韩国宏集一时,甚至还成了无数中国影迷的梦中女神。 回顾全智贤这些年的演艺经历,用传奇二字都不能概括全部,我的野蛮女友之后,全智贤虽然偶有作品,但是都不太理想,没想到沉寂十年之后评级影片到贼同盟豪气创下韩国影视纪录。 2013年全智贤主演的《来自星星的米》说红遍全亚洲一点都不夸张吧? 不但事业引来第二春,全智贤的人生大事也一点没耽误,嫁入豪门自然不在话下,而且幸福如他,还连生了两胎,生产完或速回到最佳身材,真是让人不羡慕都不经。 仙牛,原本出于好心就下了喝醉的宋明熙,结果阴差阳错成了对方的男朋友,在一系列的被折磨下却和女主角命定一生。 仙牛的扮演着车太贤那时候的人气丝毫不亚于全智贤,说起他在中国的知名度,还有一部他的电影大家一定十分喜欢,就是《非常主播》,在电影中车太贤扮演了一位36岁就当上爷爷的男人,影片十分有趣。 这些年来车太贤在娱乐圈顺风顺水,不但眼什么红什么,而且他还成了韩国娱乐圈的人外王,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迷过的偶像剧男主,都多半和他是好朋友。 几家的人员在他多次参加综艺节目就看得出来,随便一通电话就打给了某某风头正进的大明星,而且说话一点不客套,听得出来关系很不错。 还记得小吃摊那个喝醉酒的男子吗?在电影中他因为带着一个女生在外喝酒被女主撞见,女主绝路见不平和他发生争执,最后仓皇逃跑。 这个醉酒男子的扮演者叫郭再容,正是我的野蛮女友这部电影的导演,评级这部电影他拿下了韩国电影大中奖最佳改编剧本奖,之后他相继执导了多部大伙的电影, 譬如假如爱有天意,我的女友是机器人,我的早更女友等等,在娱乐圈有助相当高的地位,而且他还在多部影视剧中有过精彩客串。 男主角千牛的父亲,在电影中也是个特别搞笑的人物,为了防止男主角一个人在房间里看不正经的影片,于是经常突袭闯进来, 这个角色的扮演者金人文是韩国著名的老戏骨,在很多耳熟能详的影视剧中扮演过角色,以慈祥的父亲形象被人熟知。 遗憾的是,金人文2011年因为癌症去世,享年72岁,老戏骨一路走好。